大家好 请问上时间聚焦在 即日前促成伊朗还有阿拉伯 恢复外交关系之后 大陆的国防部宣布 伊朗 俄罗斯等国将在3月15号到19号 与阿曼湾举行一个安全纽带的 2023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中方派出南宁号导弹驱逐舰参演 主要参加空中搜索 海上救援 海上分裂室等科目演练 此次演习有助于深化参演国海军务实合作 进一步展示共同维护海上安全 积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意愿与能力 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 另外安全纽带2023海上联席 这个演习是由2019年2022年 是先后两次举行中伊二联合海上军演之后 发展而来的 那么逐渐是扩大参与的国家 那么中方倒是将会派出南宁舰号 这个号的导弹驱逐舰来参演 主要就是要参加空中搜索 海上救援 还有海上的分裂室等科目的演练 那么根据大陆外交部 国防部他们的消息指出了 这一次的演习是有助于深化参演国 在海军各方面的合作 就是要进一步的展示 共同维护海上的安全能力 不过其实值得注意的是 更靠近大陆的南海 美菲两国周二才刚刚宣布 两国在4月11号到28号的时候 将会在菲律宾的旅宋岛 临近南海的一个巴拉旺岛 还有非国中部的安地克省等地 进行名为肩并肩的 这个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而且届时澳洲他们也预计会参加 那么这场军演 无疑其实就是在戒指中国 就是要抵御解放军 他们在南海是日益扩张的影响力 而且其实这个演习更是美菲两国 史上最大的规模 看到他们动员的兵力 是出动了12000名的美军 还有5000名的菲律宾军人 澳洲他们预计也将派出 约百人来参与 演习动员可以说是比去年 增加了两倍之多 而且他们最后还会动用 海马式的多管火箭系统 而根据菲律宾媒体他们报道 今天就询问了联合军演的一个发言人 洛西科他说呢 他表示肩并肩这个军演 美菲他们将会集成一艘 距离吕颂桃中部 距离南海黄岩岛 大约是100海里的一个目标船只 而且呢 这个大炮他并不会像开放水域 不会在他的旁边开火 而是直接的击中这个目标 不过呢 他也强调呢 这只是一个演习 不是是在挑衅任何人 不过这似乎呢 就是在向北京政府喊话 深怕呢 这个行动会激怒北京政府 毕竟呢 南海就是飞国 还有大陆之间 极具争议的一个海域 而在日本方面呢 鉴于中国的军事决请 日本的陆上自卫队 也是加强在西南诸岛的 一个防御能力 今天呢 是在冲绳县石原岛 开设了一个陆上自卫队的 一个驻地 那么根据报道呢 石原岛距离台湾 只有短短的270公里 而且日前呢 是并没有任何的自卫队基地 所以呢 这也是日本 他们目前路上 自卫队在冲绳奔岛以外 在西南全岛设助的 第四个军事基地 今日開設した陆上自衛隊 石垣中屯地は 面積およそ47ヘクタール 隊員数およそ570人で 敷地内に弹薬庫を備え 基地の警備隊のほか 地帯艦と地帯空の ミサイル部隊が配置されます 中屯地の司令らは 今朝石垣市役所に 中山市長を訪ね 中屯地の開設と 部隊の発足を報告しました 而在重神線 除了重神本島以外 陸上的自衛部隊 現在已經部署到了 比那国島 還有宮古島 現在又部署到了 石垣島 将会進一步地 加強力道防御的態勢 那么随着北韓 还有中国 在东南亚的安全環境 现在其实引发了 国际非常大的关注 那么为了要加强 日韓之间的 一个安全合作 南韩总统影席院 也在今天是前往日本 而且现在已经和 日本首相岸田维修 见面了 那么这也是尹錫悦 他就任之后 首次出访日本 也是韩国总统 他们时隔12年 再度訪問日本 不过比起 两个人的会谈内容 更引起大家关注的 就是蛋包饭的一个外交 那么顾名思义 就是尹錫悦 他其实很喜欢吃蛋包饭 所以岸田文雄 他将会带着尹錫悦 是一同前往在银座 拥有128年歷史的 一个练瓦亭来用餐 那么这样的蛋包饭外交 现在被外界认为 目的其实就是 要拉近两个人的关系 两个领导人的私交 并且要建立他们的信任关系 进一步的改善 他们之前的不愉快 并且是期盼 可以恢复两国定期 互防的这个穿梭外交 不过这恐怕也被媒体 他们认为 这样的外交 会不会太过朴实平淡了 因为对比2017年前 美国总统川普 他首次拜访日本的时候 还有2019年 他抵达日本时 已故的前首相安倍竞赛 他可是安排川普 他去打高尔夫 两个人还留下了合照 甚至呢 他还迎合川普的口味 是招待川普来吃汉堡 陪他看香铺 2014年的时候呢 美国总统欧巴纳 前美国总统欧巴马 他到访日本的时候呢 安倍他也是款待欧巴马 到了有着寿司资神的 这个营作的高档 日本料理来体验 那么尽管日美的小报 现在是议论纷纷 但是呢 重点都还是聚焦在 日韩领袖魁为12年 是重启了双边的互访 但是呢 就在日本 他们两国呢 是破冰之际 北韩似乎是相当的不满 连日发射这个飞弹是挑衅 呛声两国的领袖会谈 那么根据韩国的军方研判 北韩今天发射的 疑似就是新型固体的燃料 洲际弹道飞弹 飞行的这个距离呢 大约是1000公里 台阁两天 北韩又发射飞弹 南韩军方表示 北韩16号上午7点10分左右 在平壤顺安一带 朝着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发射一枚疑似ICBM 洲际弹道导弹 以高角度发射飞行约1000公里 日本NHK指出 导弹高度最高达到 6000公里以上 南韩正在分析型号 不排除是新型固体燃料 洲际导弹 也可能是现有的火星15 或火星17 这是北韩今年以来 第6次发射弹道导弹 就选在日韩会谈当天 南韩总统隐席 带着夫人金剑西 从首尔出发 16号下午将在东京 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 这是日韩睽違12年 重启双边领袖访问行程 可说是日韩破冰之旅 两国预计会谈后 举行联合记者会 但预料不会发布 日韩共同宣言 美韩连日军演 14号开始进行长达 36小时昼夜 持续初级演练 南韩空军KF16战机 摸黑升空 还出动F35A F15K等 模拟北韩挑衅空军昼夜 交替初级 在朝鲜半岛紧张之下 隐熙月访日 日韩有望破冰 前南韩陆军司令 全人凡就指出 朝鲜半岛有事时 不可能独立作战 南韩在安保上 需要日本是事实 反之若日本有事 也需要南韩 唇齿相依 记者综合报道 海黄鲍鱼干貝 XO醬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 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啦 燕窩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 折扣优惠哦